身为总统直接怒呛人民 不想接种疫苗就去死 菲律宾疫情持续高烧 不但8号新增9500多人确诊 7天平均新增8747例 9号Delta病毒更累积到450例 严重拖累该国医疗资源 让马尼拉被迫从8月6号 一路封锁到8月20 最尴尬的是 菲律宾疫苗接种率持续低迷 预计7000万人接种才有群体防护力 现阶段却只有700万 大约1分之1的人口完成两季接种 疫情已经导致损失惨重 全国紧绷的情况下 总统口不择言 恐怕只会让不必要的伤亡继续增加 咱的新闻终于好不到 enhances观像继续不变� ven 最大的较派 成为公司兼顶